所以就一拖一拖再拖 就把这事情拖了十几年 刚才潘先生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刚开始跟我认识的时候 你没有说你有前妻吗 你是后来帮我买一套房子 在农山那边的时候 你前妻带小孩过去 我才知道你有前妻吗 那你说他又给你买了房子 是为什么 买房子是后来 他说他爱我对我好 我说那你跟我什么都不得 没有证据说你对我好 后来他就说 我说那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反正我也是出来 真的是找幸福找家的 那你就跟我买一套房子 证明你是真心对我的吧 他就帮我买了一套房子吧 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你感动了 也说了过去吧感动 前妻带着孩子上门来找 你才知道他有家 对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表哥那时候说 跟他搞那个摩托车生意 我表哥来到这边 就跟他在我那个房子里面 他前妻就旁边的人告诉他 前妻带小孩就跑到那里去炒 说起自己与潘先生前妻的第一次冲突 刘女士显得十分委屈 当时他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而作为孩子父亲的潘先生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保护他的行为 这样刘女士对这段感情一开始就失去信心 而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让刘女士对这段感情 激进绝望 刘女士 我想问问在生活当中 她关心你吗 不关心 那女人一生当中 最需要关心的时候 可能就是生孩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哥对你怎么样 我生孩子她不在身边 她去哪了 她在广西 广西的那坡那边做木材那时候 在做生意是吗 当时谁照顾你 就是以前跟我在做工的一个小妹子 那生孩子要签责任书是谁签的 也是我自己签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搞的 那那个时候没有家人在你身边吗 没有 你没有 我生了 生了有可能有 差不多是接近十天吧 打电话给她才过去 过去了两天她就又走了 到后来我有四十多天了 我就要回我妈那边去带我女儿 因为在这边都不方便的 我就回老家 回去就是一年 也是您自己带的孩子 在老家带了一年 为什么你们不能生活在一起 有什么不方便 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吗 什么条件 第一个是经济上 第一个是家庭方面的 没有房子啊什么的这些嘛 她不是给你买了一套房子吗 那时候那个房子 都不敢进去住了 为什么不敢进去住 因为跟她前妻在那里闹了 那里还搞一些 他们毕竟是本地人 我毕竟是外地的嘛 所以那段日子对您来说 应该很煎熬还蛮苦的 煎熬得不得了 生小孩子手上都没的钱 是我 是我打电话问我大姨妈 借了一千块钱 那您在家里 回到老家 这么带着孩子 家里人不问你吗 家里面的人问我不说 在外面吃得过 我的家从来不说 那家里人不会问你 你丈夫在哪儿 孩子的爸爸在哪儿 也问哪儿 那您怎么回答 那就是说 只在外面做工的 家里人不问我 还能per过 您睡觉